像說這邊加一個按鈕 要資料剖析 然後加一個清除 反正一樣 按下去自動幫我剖開 按一下自動清掉 那怎麼做 可是問題這個 沒有用QRGBT 可不可以 可以啦 開發人員錄製 聚齊 所以今天 順便 你們又 多學一招 就是 可以自動產生VBA的方法2 這一招我是覺得啦 如果簡單程度來看 也不算難 可是好像還是沒有QRGBT簡單 QRGBT動動嘴就好了 這個還要動手 那錄製的話顧名思義 就是你滑鼠鍵盤的動作 他會自己幫你記錄 並且轉換成VBA的程式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錄製過程有NG的話 就要重來 就跟正錄一樣 因為你假設有動作他就 轉換 所以你做錯了他當然也做錯了 所以最好是 先彩排一下 真的真的 我不是開玩笑嗎 你必須先你 Step1是做什麼 Step2是做什麼 Step3 你不要 因為你有時候 我等一下做什麼 卡住了 或者做錯了 那你又要重來 所以我建議你這1234 比如說哪個步驟 我先示範給各位看一下 1 游標放在B2 2 選到底 那選到底我建議不要用滑鼠選 為什麼用滑鼠選 他將來 這個範圍 就固定住了 如果你要讓他自動選到底的話 有一個快速鍵叫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加向下 他就會自動選到底 我不要推薦這個方式 然後 1 有不要放在B2 2 Ctrl Shift向下 然後3的話呢 就是帶到資料裡面的資料剖析 做剛剛的一些事情 做完之後按完成 這樣OK的 要彩排了 OK 所以三個步驟 1 2 Ctrl Shift向下 3資料剖析 好三個動作 好 所以 沒問題了 就開始了 接下來的話 到開發人員 錄製劇期 有沒有 這個名稱的話 就叫做資料剖析好了 所以 就給他 這樣子 然後按確定 如果 假設錯了 你就NG 所以如果假設 比如說按確定 發現不對 錯了 如果你優標已經在B2 你再點 他不會 產生這個動作 所以你NG的 NG怎麼辦 沒關係 從來的話 就停止 然後再來一次 怎麼辦 沒關係 名稱一樣 他會問你說要不要蓋過去 要 蓋過去 所以記得優標先不要放在這裡 你放NG就NG了 按確定 然後 他問你要不要取代 是 1 優標放這裡 2 Ctrl Shift向下 3 資料的資料剖析 然後固定寬度下一步 然後分別就是 1 1 2 3 4 點歪了 沒關係 順便驗證一下 你的手會不會抖 好了 如果6 很快就表示你應該很健康 這個不要 這個不會錄 這個不會錄 這個也不要 然後這個的話就改成這裡 好 按完成 然後按確定 好了 OK了 然後就記得喔 最後喔 不要太開心 然後就繼續做做做 忘了一件事 怎麼樣呢 停止錄製 因為之前有同學 老師為什麼我沒有聚齊 我說你還沒停止 你還在繼續跑 怎麼會有呢 OK 所以記得最後 就跟錄影一樣嘛 你結束你就要把它停掉 OK停止 好這樣OK了 試一下 所以這邊把它刪掉一下 聚齊 聚齊裡面就有了 就是這個資料剖析嘛 按執行 有了 有沒有 那程式在哪裡 程式的話呢 其實錄製它會自動幫你產生 它會先插入一個模組 再把那個sub放在那個模組 所以你在visualbasic裡面 應該已經有一個模組了 這個是它自己幫你產生的 我們剛剛如果用那個chip是自己要插入模組 它會在這個模組裡面 就幫你放一個sub 叫做資料剖析 有沒有發現 所以我剛剛不是講聚齊就是sub sub就是聚齊 OK 這個只有我講 書上沒有人這樣講 我覺得也是這樣啊 對啊 很多同學說為什麼老師一堆名詞 好像都一樣 對其實根本是一樣的東西 你就叫sub就好了 OK 好 再來的話就是這邊有單引號 所以這個其實可以拿掉 那下一步我建議 因為它不會自己生成註解 所以我建議 你可以自己把這個註解打上去 比如1 游標放在b2 然後2的話呢 就是ctrl shift向下 3的話呢才是資料剖析 有沒有 所以你就自己打123 那這個程式就很清楚了 有沒有 它最後還有一個啦 最後就是清除啦 你說老師那清除我可以 就是在錄製 我覺得錄製好像有點嘛 有點 就是這種比較簡單的有沒有 你乾脆自己寫一下啦 這個叫清除 那請問怎麼寫 還記得吧 應該都會用猜也可以猜得出來 Range的範圍 然後它的範圍應該做 C2 冒號 對這樣就OK啦 然後後面加一個等號 加雙引號 就清除了嘛 所以你要自己錄我覺得也是浪費時間 自己寫一下 好像比較快 OK執行一下 有嗎 OK 這樣子就兩個程式寫完了 那再加兩個按鈕 在這邊 那不就大功告成了 好像感覺比那個 用C2B簡單 所以有的時候可能轉個彎 應該 不會比較困難 試一下好了 所以記得喔 你們等一下先彩排 最後記得 停止一定要記得 按停止錄製喔 還有很多同學 錄到最後可能是不是累了 還怎麼樣 都忘記停止 然後就一直錄一直錄 錄不完 最後發現的時候已經N區了 又要重來